哈喽小伙伴们欢迎来到惠姐说电影 今天跟大家带来一部惨无人道的电影 调味的房子 生活在战争时期的安吉尔是一个善良又可爱的女孩 但她天生就是一个聋哑人 有一天一个敌军军队入侵 她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母亲被敌人杀死 安吉尔也被敌人带走 经过一路的颠簸 安吉尔被送进了一个破旧的房子 这个房子里面都是在战争中被强迫拉来的女性 她们只是男人发泄的工具 因为这里的主人迪米特偏爱聋哑人 所以她给安吉尔一个特权 安吉尔只属于迪米特一个人 而且平常迪米特让安吉尔去帮其他女孩擦拭身体 注射药物缓解疼痛 女孩们每天都沉浸在世间的悲惨中 她们挣扎着想让安吉尔帮她们 但是一个聋哑人听不到她们说的话 直到有一天 安吉尔发现一个叫安娜的女孩能用手语和她沟通 在这个看不到希望的球龙里 两个女孩就这样激动又兴奋的护诉心声 因为安吉尔的身体比较瘦弱 她可以通过通风口穿梭在各个房间里 因此小小年纪的她却见识了人世间最残酷的景象 灾难降临 一个强壮的男人选中了安娜 男人丝毫不顾及安娜的感受 如同野兽一般疯狂的肆虐 安娜被折磨得几乎冰死 鲜血弥漫了整个床单 在安吉尔的祈求下 迪米特找来了医生 医生检查后告诉迪米特 她的骨盆已经骨折了 迪米特害怕赔钱 不愿意治疗 思索后告诉医生 如果安娜死了就送给她做解剖 又过了一段时间 那个曾经杀害安吉尔母亲的军官格伦来了 她带了很多的下属 刚来到这里他们就进入了不同的房间 一个光头挑中了安娜 安吉尔焦急的拿着匕首爬进了通风管道 而此时安吉尔看到的是 一个浑身赤裸的光头无情的摧残着安娜 安吉尔从通风口爬进屋内 趁机不备把那个男人杀死了 但是安娜却已经没有了呼吸 打斗的声音引来了格伦 但是安吉尔先一步躲进了通风管 他们试图用催泪弹把安吉尔熏死 安吉尔很快就钻出了通风管道 这时候迪米特也追了过来 迪米特和军官之间有自己的恩怨 于是就趁他们对峙的时候 安吉尔又偷偷的溜走了 安吉尔一路奔跑 他跑到了一个废旧的仓库 但没人愿意帮他 此时格伦又追了过来 安吉尔只能爬进了一个狭小的管道 被气昏了的格伦也跟着钻了进去 但是由于管道太窄 他被卡住了 安吉尔用内裤堵住了他的嘴 让他发不出声音在管道中等死 最后安吉尔从管道中钻出 站在房顶眺望远方 他似乎看到了生存的希望 他用尽最后的力气逃向那座小屋 无比疲惫的安吉尔 倒在了一个和蔼的老奶奶怀里 可是当老奶奶将安吉尔扶进房间的时候 开门的竟然是曾经给安娜看病的那个医生 医生看看四周 神情诡异的关上了门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其实这个结尾传达给我们两种可能 第一种是好的 医生救下了安吉尔 关门时观看四周 是为了看是否有坏人追来 第二种是坏的 迪米特曾说过把安娜送给医生解剖 我们可以推测 迪米特曾经可能给他送过女孩 安吉尔可能走进了另一个变态的巢穴 细思极恐呀 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邪恶又阴暗的事情发生 我们能做的就是保持自己的正义和善良 也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 好了本期分享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小伙伴们记得点赞关注哦 拜拜